台湾海陆空三军长兄弟们 我是台湾陆军退役旅军官 陈统一 副一级上位 3号87987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那中国的疫情迟迟没有缓解 那听说还有一些变异的毒株出来 因为之前政府的过度的这个恐怖的宣传 导致很多民众对这个病毒的认知不足 会觉得非常的恐怖 那现在中国的民众呢 就自发的通过搞笑的方式 试图让大家知道这个病毒并没有那么的可怕 所以大家都透过拍搞笑影片来试图幽默化这个病毒 譬如说他们会拍搞笑影片来分享自己的症状 朋友们 我不知道你们感染的是什么病毒啊 你看看我这个病毒 多厉害 眼睛只干掉了一个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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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洗下来 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这放屁 真的放屁 我的妈 平均一分钟就形成一个屁 它形成的特别快 我觉得这个病毒攻击了我这个肠 我腰腰第三天 我肯定是这个样 我可以肯定了 告诉你们 我肯定是羊的 我看我的眼睛就能知道 你看我这个哭猪 那刚刚我们讲的这些都不值得一提 那在网路上比较热议的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在中国一个年纪不超够10岁的小姑娘 小女孩身上竟然发现了爱国猪 这是多么令人暖心 我们来看看她具体感染了什么样的一个毒猪 被称之为爱国猪 就是这个小女孩呀 我们可以看到新闻上说 她已经确诊 并且发烧40度 人在担忧国家大事 妈妈台湾拿回来了没有 还没有 为什么 现在比较讲理吗 那外国人呢 外国人和美国人 我们都能听到 那我们可以看到新闻标题上 这个小女孩高烧40多度 我们知道40度是非常严重的 看到了很多大陆的媒体进行的转发 其中很多媒体就表示 这个小女孩的遭遇 是一件很暖心的故事 我真不知道这里有哪里暖心 高烧40多度 然后说出了这样的话 令人暖心 我不知道这些媒体 秉的什么样的职业操守 高烧40多度这么严重的一件事 我们却可以把伤势洗半 认为这是一件很暖心的事 中国外交部经常说台湾呢 外国这些国家都是居心否刺 我觉得这些中国人 这些小粉红才是居心否刺 一个小女孩 如果她真的高烧40多度 竟然说这样的爱国毒株 需要推广感染 真的是毫无人性啊 当然我觉得这样的短影片 不止这样的意思 有很多这种类似的 我觉得很多大多其实就是蹭流量 可能真实性还并不一定 但是很多媒体乐于转发 就是因为大家都活在这样的一个 洗脑的大环境中 这样暖心的影片呢 也是会得到很多平台的大力推广的 那我们看下一则影片 这个也是比较类似的 所以说这种类似的影片还是蛮多的 那下一则影片呢 是一个104岁的抗战老兵 关心台湾局势 现在的老人啊都不关心病毒了 就算生病了躺在床上 还要关心台湾有没有被解放 关心台湾人民有没有从水深火热中 被我们大陆解救出来 下一则短影片是一个台湾年轻人 他在大陆的演讲 他说啊 他们台湾啊 就是你们台湾大多数的年轻人 已经没有希望了 他说大多人只能躺平 他觉得他人生看不到任何的希望跟盼望 他觉得他做任何的努力呢 似乎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呢他认为说那干脆他躺平好了 所以呢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在我身边有很多的年轻人 我相信荧幕前的大多数人 你们应该有自己的工作 应该不会躺在家里面躺平 然后靠着家里面的吃父母的 然后也没有了希望 我觉得躺平在任何国家都有 但绝对不是大多数 你说台湾大多数年轻人都没有了希望 只能躺平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做给大陆的年轻人看 来歪曲抹黑台湾 大陆人经常说台湾抹黑大陆到底是谁一直在抹黑台湾 我觉得大家看了这些影片 而且这只是其中一则累累四四的超级多 那像在中国抖音等等的大陆平台 也有一些台湾政坛的人物在上面的一些影片 在上面的传播 你像下面一则就是台湾的红秀柱 他说他非常担心台湾年轻人的未来 我觉得你应该多担心大陆年轻人的未来 大陆的年轻人他工资没有台湾人的一半的高 而且教育环境 生长环境 福利啊什么都没有台湾好 你在这里瞎操什么心 同一呢只能会让台湾变得越来越差 绝对不会是越来越好 台湾自媒体人 韩国人告诫岛内青年 这次若还不清醒 你的生命将不知何去何从 如果在这一次不清醒 你年轻的生命不知道何去何从 如果台湾要继续走这个路线 在未来的历史 你觉得这也是非负责 不好的分析 荧幕前的这些台独分子 你没有听清楚吗 如果这次还不清醒 你的生命将不知何去何从 我觉得这些 就像这样的舔中的这些台湾的媒体 像这个什么什么国人 你像他这种逻辑 就跟小逢一谋一样 就跟大陆的媒体一谋一样 什么这次不清醒 你的生命将不知何去何从 有没有逻辑啊 还有一些短影片说什么 台湾同胞们看好了 乌克兰只示范一次 现代战争的速度 同理得知 早上出兵 中午统一 下午核酸检测 发身份证 晚上看新闻联播 第二天一早升国籍奏国歌 我觉得这一支短影片 应该是在乌俄战争之前发布的 因为如果现在发布就打脸了 那我们知道 以前在中国大家都说 乌俄战争呢 只要一天时间 俄罗斯就可以把乌克兰解决 包括我们讲到台湾的时候 也是说台湾呢 一天就被中国解决了 上午打战 中午吃饭 下午领身份的 晚上大家一起去看 中国的那个洗脑的新闻 新闻联播 如果一天能打 你现在怎么还迟迟不打呢 人家佩洛西都给了你那么多机会 对不对 你都不敢打 你只敢打嘴炮 那下面这一支短影片 是来自台湾用户所拍摄的 在抖音上面 那他自称呢 他是台湾退役的军人 但是我听了他的口音判断 我觉得他 不像是台湾人 他通过冒充台湾人呢 来骗取他们自己 大陆人的流量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反倒是蛮大的 台湾海陆空三军的兄弟们 我是台湾陆军退役女军官 陈统一 副一级上位 号879871 退役后 我现在常年定居 达州市曲线三回阵 靠中立插阳为生 消负教旨 逍遥之战 军人 比达为国家尽忠 为民族尽孝 军人更要为国家射击 和祖国统一做出贡献 用你们当下主归统一的进程 大步流星 风驰 电晴 让我们统一完成 中国统一的神圣十面 民吹耗时 流芳百年 那下一支也是比较类似的 我觉得这个真实性 5%都不到 那我们就不完全的否定 他是不是台湾人 因为他也是自称 他是台湾人 并且他也自称 他是台湾的退役军人 敬礼 离别 台湾陆海峰山群的地区们 我是台湾空军退役少将 副同意 退役后 我现在常年定居 四川宜宾市 才因为那个老武力 约来约参观 小时辈 要准备组织团队 串访台湾 简直不把我这个老虎头放在眼里 我告诉你们 虽然老虎今天喝了绿粮酒 但是不是吹的话 就算是现在上山头 我也能轻松拿下 十个小时味 求你们 我们同时煮鬼的日子 我希望你们赶快放下手中的武器 回到妈妈的身边 照顾好自己的家庭 不要再为民进党 那个扎民集团 加以利用 今日煮鬼 已经不惧怕 任何外国式的挑衅 或干扰 如何同意的精神 不可逆转 作为台湾同胞 要看清 第一次大使 我们虽然支持 频繁的深斗小民 但我们都认同 且热爱中华民族 目前的悠久的第一次文化 台湾 目前有2300万人口 都是我们的 骨肉至亲 如果兵凶战乱 战场绝对是在台湾党 受伤的也是台湾老百姓 所以说 对于民进党当局 种种分离国家的 麦鬼 贪贵心情 但凡 有学习的中华律律 任人皆有责任方法 更有义务 洗礼阻止 兄弟们 乘风破浪 毁有时 只管云藩 及仓害 如果同意的实际一套 让我们一同把台湾人民 从水生活的之中 拯救出来 完成中国同意的 审视市民 在第一世纪空中 留居担心 找罕军 结定 你既然要冒充 我觉得你建议要把口音要学一学 你连台湾口音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就开始冒充台湾人 骗取你们自己大陆同胞的流量 我觉得真的是比较低级的 大家觉得好看 就帮忙按赞留言 大家可以分享影片 给身边的朋友传递欢乐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通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六个广告 观看影片 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我们下期见